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一百七十集 好不容易过了蒲州 将近长安 又传来了苏海正的捷报 李治不愿耽搁赶路 便叫王福盛念给他听 秋辞的叛乱并没有预想的严重 大军未至叛乱已经被安息副都户高贤平定 但是这份捷报并没能安抚李治的心 反而是令他更加的气愤 因为出了两个意外 据苏海正声称 他谨遵圣命率领数千精兵 与先与两位突厥首领会合 再赴秋辞勘乱 不料行至昆陵 未见昆陵都户 星熙王克汗 阿史纳迷赦 反而是蒙池都户 既往绝克汗 阿史纳布真率先赶来 他察觉昆陵境内 情况有异 布真也汇报说 迷赦准备谋反 因为苏海正带兵不多 一旦突发叛乱 难以应对 他与麾下重将商议之后 决定抢心下手 为国出歼 好在此时得了消息 秋辞之乱已经平息 于是他当机立断 假称奉朝廷之命 赐予迷赦万段紧薄 将麾赦及其麾下亲近 招致军前 进阶斩杀 可是 元奸大鳄虽已被除去 受其统领的蜀尼师 拔赛干两个部落 却公然抗拒掉钱 拔迎而去 他和布真又率重追击 将两步讨平 不料 回军至舒勒以南时 另一支 本受迷赦统侠的工业部 又有异动 引来吐蕃兵马 阻挡去路 好在 吐蕃将士都颇食食物 深知大唐神威 歌用大皇帝圣德 欲化干戈 为玉帛 他和布真不愿破坏友好 于是并未激战 而是赐予吐蕃将士 许多君子牛马 双方共蒙使约 禁欢而散 特此上书秉奏 这份奏报 写得花团锦簇 但是李智一听 便识破了其中谎言 布真 布真与迷赦素来不和 昔日为了争夺克汗之位 布真 曾射杀 迷赦家族二十余人 双方结缘颇深 朝廷之所以 在消灭贺鲁之后 让二人分任两都户 接封克汗 就是利用矛盾 让他们相互牵制 苏海正射杀 迷赦不是中了布真的离间之计 就是收了贿赂 替人家拔去了眼中钉 这已经是够糟了 而迷赦诸步离散 甚至勾结吐蕃 更是莫大的隐患 此番与吐蕃人友好 也是谎言 分明是追击两部将士疲惫 又与吐蕃不敢交战 以君资牛马贿赂敌将 换取吐蕃收兵 共蒙是约 禁欢而散 这还不知道 结的是什么城下之盟呢 李智听完奏报 是又恨又怒啊 只觉得浑身颤抖 双眼昏化 显然是风急复发 这次他没敢声张 一来他不想耽搁行程 二来也不想闹得百官人心惶惶 难受可以忍着 但是苏海正惹的麻烦 却必须得解决 他物自骑在马上 回头张望 皇后的安车远远就跟在后边 遇到大事最好的参谋 不就是妹娘吗 然而这次 李智学犹豫了 还能再让一个女人继续干政吗 权力还是握在自己的手里 最为稳妥 李智与许敬宗居于百官之手 并配而行 一路上有说有笑 李智摇了摇头 这一文一武 实在是有些老迈了 且不说李智的性情 许敬宗近来也只是顺风成旨 朕和妹娘说什么 她就办什么 极少出谋划策 一个是灵烟阁的功臣 一个是秦府学士 如今呢 也到了无所用心 想轻浮的年纪了 李义福紧随二老之后 低头思有心事 李智只是轻轻地瞥了她一眼 就把目光移开 原本朕呢 还拿你当骨功 以为是张行成在世 现在看清了 不过就是一个小人 拍妹娘马屁 拍得那么不遗余力 谁知道背后还有什么勾当呢 若非念你是前邸救人 又有些才华胆识 早就把你撵走了 李智的目光 在群臣间游走半晌 最后她才拿定主意 吩咐王福盛 李军信 你们俩 去把左相许语师 还有西台 不 东台 不管那么多吧 把上官叶叫来 众人领命而去 不多时便把二人引到了御马之前 李智美好气地把奏书交于他们 这是苏海征的杰作 你们也开个眼吧 二人只是略微扫了几眼 就猜出了毛病 不禁面色阴沉 却劝慰说陛下息怒 事已至此 妇怒何意 你们有何意见 上官仪当即说道 救援迟缓 反制内乱 似于吐蕃纳管 又巧言令色 蒙蔽主上 李当 严惩苏海正 以警校友 徐宇师瞥了上官一眼 心里说 你倒是正气凛然啊 但是脑筋实在是不够聪明 他赶紧接过话茬 陛下 臣以为 此事不但不以声张 还应嘉奖他 至少表面上应当嘉奖 嗯 理智不解 徐宇师耐心地解释 高丽兵败 百计不稳 铁勒复盘 近来 边庭喊文禄布 无论苏海正说了多少鬼话 突厥有没有隐患 秋辞叛乱平息 是明白着的 现在正须有一场胜仗 明白了 是啊 眼下唐君屡屡受挫 这时有场胜仗 总比再次一场败仗要好得多 有利于鼓舞人心 再者 苏海正杀迷赦 乃与布真同谋 今若处置海正 布真弄不好 会叛乱 若连布真一起问罪 迷赦又死 朝廷的两个突厥 可汗都没了 到那个时候 谁替陛下 挟制逐步呢 所以 非但不能问海正之罪 还要给他升官 这也太便宜他了吧 陛下误怒 臣有个办法 您不妨就让苏海正 接任安息大都护 然后在任命诏书之中 隐隐约约点破其谎言 责令他和布真 好好安抚逐步 戒备吐布 他心知陛下 查查为名 故纵其罪 必然会竭力弥补过错 谁惹的麻烦 谁去收拾 收拾得好便罢 若收拾不好 心账老账 一起算 也罢 就依你之意 这份诏书 便由你二人亲自起草 务必要把话点通 拿定主意 李智气愤烧结 感觉头晕 也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 他突然想起上官从的提醒 风急虽欲凄成 但万不可着急动怒 情绪和顺 财宝平安 默默出神之际 王福胜又禀告 说 司宪大夫 杨德义求见 李智已经猜到他为何而来了 有心不见 但是回头一望 杨德义已经是骑马赶至亲卫对钱 便不再阻拦 放得过来吧 杨德义催马来到李智身侧 问办案 便说道 臣之奏书 陛下看否 看过了 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杨德义的奏书是状告郑仁泰薛仁贵的 前番二将有塞外之师 又大肆掠夺铁乐诸步 确实应该有个说法 但是 李智生气归生气 却明显不想致二人之罪 郑仁泰年轻的时候 便曾参与玄武门之变 是老功臣 而且当初 东都之巡处至官隆一党 就是他领兵 监控重宰相的 薛仁贵更不必说 在万年宫有救驾之功 乃是进军将领之中最受宠信的 杨德义也知这功不好拉 但是 他久立献台之职 偏要叫这个珍 铁乐之师 皆因正人泰 肆意杀降 遂时辱逃叛 又不服士族 不计资粮 领万余将士 骸骨毕业 自盛朝开创以来 未有如此之丧败者 薛仁贵 曾收受下属贿赂 并抢夺铁乐 女子为妾 若不成二将之罪 何以正军法 徐与师也附和 杨大夫所言甚是 请将二人负有私论罪 李志苦笑着说道 徐公啊 方才苏海正之事 你主宽 这次又主言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突厥之路案 蒙而未发 事有权变 故宽之 宜开自心 若苏海正不能亡羊补牢 又岂能逃脱王法呢 而人太人贵之事 已发 万余见而丧于大漠 天下人人皆知 故 必求严 这是能说的理由 其实啊 还有不能说的理由 他与李义甫 许敬宗不合 暗地里也是勾心斗角好多年 而苏定方 薛仁贵 乃至正人泰 都与许敬宗相闪 对手的朋友 那就是自己的敌人 当然要落井下石 上官一不明白其中的玄机 但是他是非分明 想为杨德一帮枪 还未开口 却见理智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别说了 正人泰将为左五位将军 薛仁贵 有三件定天山之功 功罪相抵 不上不乏 此事就这样 你们别再说了 这么轻的处罚 那简直是隔学搔痒 许阳二人自是不满 但是也不好再争下去 沉默片刻 上官一又开口了 现今诸事不力 陛下忧愁 究其原由 臣以为 皆是皇后代长政务 处置失当所致 此言一出 许阳二人都瞠目皆舍 谈何点事都忘到了 大义过去了 抓着缰绳的手 同时已哆嗦 上官老弟呀 你太不知轻重了 人家是两口子 这等话 那岂是咱们当外臣 能说的吗 徐语师赶紧几眉弄眼 示意他赶紧闭嘴 可是上官一偏要说下去 还正眼立色 他说 古来女子干政 遗物国家者比比及时 汉至吕志 良难任拥外妻 专权祸国 齐之胡后 宠信奸臣和事开 败坏朝纲 臣至张丽华 外劫江总恐犯之流 费掌利诱 贿赂公刑 陛下前者 曾因莽树人 交通流逝等被为患 近年方托网罗 何以不念此见 臣乃一介外臣 断不敢乱言当今皇后贤瑜 只想请陛下振作清神 前刚独断 防患于未然 若是先前谁敢说这种话 李智一定会当场赏他一记耳光 但是此刻 他对媚娘已经有几分不满 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 他抬头叹息 真难为你 不履即获 敢于直言呢 徐语师杨德义 暗甩一把冷汗 再不敢多留片刻 赶紧拉着上官 以此架而去 但是 李智却还沉浸在失落之中 他依然爱着媚娘 但是无可否认 他们之间的确出了点问题 当初是他自己提出 让媚娘参政的 可是媚娘实在是太强势了 不但要主宰夫妻之爱 还要主宰一切 只要给予其一丝权力的五花 就可以引燃一片火海 这种喧宾夺主的气势 大大超越了李智的心理防线 毕竟他是皇帝 有着强烈的自尊心 而且曾被父皇管束 被权臣钳制 如今可算是当家做主人了 妻子又插手 甚至公然拉帮结派 何斥臣下 他这个皇帝 权威何在 颜面何存呢 李智回望身后的皇后车架 暗自叹息 变了 完全变了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活泼可爱 娇柔体贴的美娘了 正叹息之间 大队人马已经临进长安城 留守众臣出京十里 迎候大家 已经遥遥可见 李智不愿叫众人瞧见自己 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连忙挺起腰板 摆出一副沉稳端庄的姿态 众人齐呼万岁 大礼参拜 他仰手示意免礼 然后强作微笑 一一简约 留经管理太庙的凤长青 司宗卿来了 游州长使 长安县令 万年县令也来了 进军将士在义道旁边列着队伍 阵容整齐 惊奇鲜明 还有许多的皇亲国戚 治世大臣 乃至公主贵妇也纷纷赶来 李智一眼见到了承阳公主 不禁喜悦 谢天谢地啊 妹妹的病 果真好了 淮南公主 常乐公主 东阳公主 临川公主 清禾公主 美中不足的是 独缺小妹 新城公主 是不是又闹别扭了呢 李智正想着 又见有一位披着袈裟的老泥 也在人群之中 那正是薛节鱼 李智心下顿时追追 糟了 正薛元超之事又耽误了 明明跟妹娘说过 她怎么就是不办呢 该日啊 我得亲自跟师父解释一下 宝城大师身判 即使告密贵妇 连荣国夫人也来了 这位皇后之母 可真不得了啊 八十三岁高龄了 竟然还是什么事都掺和 而李智的目光 却没在杨氏身上停留半刻 反而是被那个 搀扶她的少女给吸引了 在这儿 她在这儿 那个活泼可爱 娇柔体贴的妹娘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